汇丰控股认为内地共同富裕方针不影响财富管理业务 又相信如果返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实施 银行亦都可以适应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提出共同富裕方针 汇丰控股行政总裁齐耀年接受彭博访问时 不担心影响财富管理业务 强调内地不仅有超级富豪 汇丰已经增聘600个财富管理经理 针对内地中产崛起带来的巨大机遇 随着城市化和消费增长 更多人希望了解如何管理财富 即使中美关系紧张 但是齐耀年表明得到的所有信号 显示内地仍然锐意向外资开放金融服务业 内地早前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有意以本地立法方式引入香港 齐耀年透露近期多了客户查询和制裁相关的问题 不过他认为不是新鲜事 汇控过去10-20年都要处理不同国家的制裁措施 最重要是与客户当局紧密接触 了解监管要求 汇控近年将发展重深刻在亚洲 出售美国、法国零售银行等亏损业务 风险权重资产已经减少850亿美元 完成目标大约7成7 齐耀年表明还有更多工作未完成 但是强调仍然是全球盈的银行 只是更加专注于希望在全球分配财富的零售客户 暂时也无意将汇控由伦敦迁插回香港 他透露正在内地和东南亚等 密室2到4宗价值最多6亿美元的并购 但是形容不是大型收购 只是想建立业务能力 因应疫情影响雇员上班 他计划永久实施家企和办公室 相轨并行的工作安排 同时大减跨国商务旅程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都未必须说 无论 无论 都未必须说